這一球打到了游擊方向 游擊手接球之後 傳一雷來得及 比賽結束了 豪氣萬壯的歡呼聲中 剛在豹米花聯盟瘋王的重樂轉音 上下一起慶祝這場成軍三年來最大的勝利 回鄉齊當初在開幕戰中以0比8慘敗給何庫 三個月後卻在總冠軍賽扳倒這支傳統強拳 瘋王戰中更以18比3口鬥對手 這麼戲劇性的發展 總教練吳思賢坦言他真的沒有料到 說真的一開賽的時候 第一場打完之後心理壓力很大 然後到最後能夠拿到冠軍實在沒有想到 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真的是很辛苦 因為一開始不被看好 然後到最後拿到總冠軍 實在是選手真的很努力 身為重樂陣中的老大哥 江建民看著隊友們一路走來 從一開始不被看好 甚至面對鏡頭還會放不開 到最後頂住壓力攜手攻頂 也讓這座冠軍 格外具有意義 這個冠軍對我來說其實就是 因為後來就是一直在帶領著其他的選手 然後跟就是大家一起前進 所以這個冠軍不管是對我還是說對這個 這間公司或者是對這些選手 我相信都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意義 因為你往後不管遇到什麼樣的一個困境 然後你都會知道說你們曾經都是一起拚過來的 對重樂這支年輕球隊來說 在爆米花拿下隊史第一座冠軍 無疑是給了原本就想進軍職棒的管理階層 以及強心針 讓他們在球隊經營上更加篤定 打算透過籌組經濟公司和棒球學校等一系列的投資 一步一步地邁向中職 讓台灣棒彈更熱鬧 我來體育宣傳採訪報導